這次贏了亞運金牌 對我的英國比賽都應該會有信心 希望能夠帶著氣勢去英國打這個比賽 要成為亞運冠軍究竟要付出多少努力? 傅家駿從事職業卓球手12年 來到2010年終於奪得人生第一面亞運金牌 Marco過去在訓練的過程中究竟付出了多少 或者可以在東東身上看到 來自香港青少年桌球隊的陳永東 由9歲開始接觸桌球 換來的是不同地區的桌球獎項 或者大家都可能覺得 東東有少少Marco的影子 原來在三年前開始 Marco每個星期都會抽一天出來 為東東作專人指導 可以說是名師出高圖 Marco對你的影響大不大? 大的 最大的影響是什麼? 我要以他為目標 配備一個奮鬥的目標給我 那時候Marco剛剛開始教你打球的時候 大概一個星期會教你打多少天? 一天左右 一天左右 其實之後都知道他去了比賽 會不會留意多了他的比賽? 會的 在香港桌球不算得上是一種普及的運動 因為俗稱波樓的桌球室 一直都給外界一種龍蛇混雜的感覺 所以很多家長都不希望自己的子女 長時間逗留在裡面 東東的爸爸Kelvin坦然 傅家俊的崛起 對香港的桌球文化有很大的影響 他那個形象很靚 很健康 這是很關鍵 他很健康 之前你之前是很亂 雖然有波樓 他們擔口煙色 擔口煙打波 煙頭擺在這裡 啤酒擺在這裡 又說髒話 那個形象差了 Marco的形象都改變了 家長、小孩子 覺得出球真的是紳士運動 不是那些 那些 那些 開始很多小朋友玩球了 對 那些